都在这儿啊 还有天 这天地热闹啊 那什么 你们先忙吧 我先走了 我站在 这什么嘚瑟呀 赶紧打电话 行 这就打 打他 喂 李婶啊 我是保安女小脸 对不起啊李婶 因为啊 让别人拿出了您的快递 对不起李婶 放心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以后我一定按照保安的规定 严格要求自己 今天正式的向您赔礼道歉 对不起啊李婶 好好好 那我听你说 哈哈哈哈 刘大爷呀 好好好 那行 那今天我也正式的向您赔礼道歉 对不起啊刘大爷 我咋做电话了 李小脸啊 你还能干点啥 啊 最近工作怎么走 心不在眼的呢 电话电话打错 快递快递 你给人拿错 你还能干点啥 不是田经理 你不知道我 我爸上个礼拜 掉狗里 你说我给他打电话 我就问他 我说爸你有事吗 他就口口声声说 没事没事 你放心吧 你好好工作 他越这么说 我心里越垫地啊 你这事你早跟我说呀 你这样 明天给你一天价 你赶紧回去看看你爸去 谢谢 谢谢田经理 快点啊 以后这个快递啊 必须得本人牵手 千万别弄错了 放心吧 田经理 我以后绝对 把这件工作 给你做得漂漂亮亮的 好 余小俩 我相信你 敬礼 千万别弄错了啊 好嘞 你忙吧 竟然我的动作 他也会 但今天好好站岗啊 我站好最后一班岗 明天我有脸见我爹啊 对不对 小同学 这家伙 朋友们 上眼看一看吧 这以为 李远来了一个 喘气的大元宵就上台了 啊 这咋的啊 走着两步 他把馅儿整出来了 这是黑什么馅儿的啊 这是啊 我跟你说啊 作为董事长的司机 啊 要随时随地 都注意形象 不是 装啥呀 不是 你这回来干啥来了 啊 你说 我想起来 那个 这个啊 放你那 老重要了啊 这个放我 你看我这东西 哪个不重要啊 会得这个东西重要吗 其实我们董事长 从外地寄给小米粒来 董事长 啊 一会小米粒过来求 你说的那个董事长 是甜梦梦他爸给送来的 该问的问 不该问的别问啊 我说大门 你说我这好奇 你这这里边 那送的是啥呢 总之 好的寓意 好的账头 好事将听 行行行行 我去找吧 还讲他整的挺会转词 行我不跟你说 你先弄我 你走啦 不走吧 哎呦我的妈呀 这啥嘴嘴嘴 好的寓意 好的征兆 妈呀 好事将近 你小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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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看你平时了 你家摇头一摸晃的 哭擦 把我插画本里边 重挣了 哎呀我的妈呀 哎呀 我快递呢 小丹啊 你先别合去快递的事了 研究研究 你当伴郎的事吧 你说点啊 恭喜你啊 有情人终成见主 你叫我姐夫 谁呀 甜笨笨 甜笨笨要结婚了 对 太好了 小米粒就属于我自己了 他跟谁呀 小米粒 谁 小米粒 哎呀 我说 牛逊呢 杀手 杀手了 还唱 还唱 啥种事啊 就看台 顶这儿呢 那都没有 但是他爸 派司机 给送聘礼来了 聘礼个辣的 是 这不就是快递吗 啥快递呀 你没看见我的同学吗 后来帮那个 在树里那个 就他说的 好的寓意 好的征兆 甜笨笨和 小米粒 就好事将近了 没事 好事将近不怕 不没结婚的吗 没结婚就可以公平竞争 他同意是不是 对呀 我把他撇了 你不帅别人 你把这东西撇了 那叫公平竞争吗 咋整 咋整 再说你在这撇了 我跟你说 那不赖我吗 到时候东西 我都赔呀 咋整 别晃 别晃 我跟你说 凡事老爷们要冷静 是不是 给我看看 你们装 什么玩意 打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打来看看 当你 当你 当你的快递呢 那就算事了 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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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唠嗑 到啥了 没听清 他们好几个人在你们嘟囔了 啊 不是 那里边是啥呀 啥呀 啥呀 啊 你脱大 你上 你看看什么玩意 过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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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你这么点 你在前面走 身边保安 我还怕他们 我还 我保护你来 你在前面走 保护我是吧 走 走 在 在 干啥呀 你干啥呀 你干啥呀 吵着啥 我吓唬他们呢 老娘我们外面俩人我不怕你 小脸 你能不能变反了 这不有眼什么咱俩自己瞅瞅 看 看什么呀 有猴发 好几个有头发的 啊 咱 把他给你管 又打开了 我玩埋下的 玩埋下的 咋玩的啊 往我眼睛里吐痛 咋吐的啊 咋吐 这下给他牛的 还抱抱吐的 在这 知道啥了吧 到底是啥呢 和蟹 和蟹 干啥 吐吐吗 吐吐吐吐吐 和蟹不是吐吐吗 都气死我了 还有 他腿上 有毛 不就下头发吗 完了完了完了 送和蟹了 他俩指定成了 你确实真有意思 那怎么送和蟹 他俩还能成呢 送和蟹 好的预兆 啥预兆啊 八条腿 就是抓 两个钳子往家拉 这不是他爸派那个和蟹 把小明人抓回去吗 要你这么说的话 他爸应该是老龙翁啊 他爸呀 这样才能 太邪闭心将来抓他呀 就是这个意思 咋找 你先别招呼 别招忙 你看看我 我给孙悟空打个电话 我让他去 我让他去 你能不能别开玩笑呢 我让他去老龙啊 那是闹海贱 你妈呀 你能有点正经 你不咋想的呢 你不谁也招了啊 你倒是啊 稳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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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人来了 哎 老龙翘 你也来几块地啊 哼 哎呀 你给我哼啥 哼啊 你吃枪药了 摔个点去 哎 李小良 今天是不是有人给我送了一箱螃蟹 对 老龙啊 去吧去吧 跟他们去吧 他把人都吃坏了你 你是不是有病吃枪药了你啊 行了 那接下来我拿回去了啊 在哪 今天那块地你拿不走 我咋呀 这是人家的块地 怎么能不能拿走呢 我不管 今天那指定拿不走 你别 我告诉你这小明律啊 谁邀请谁来拿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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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我的都有 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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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个主意 你上楼手个锅 咱就给这煮着吃得了 行不行 行不行 我想把你煮了 没啥没啥 我们几乎已来的 别吵了 别吵了 来吧 行进里的 哎呀 行进里 啥也不拿就走快点呗 哎呦 哎呦我天 我忘了 哎 哎 等等 哎 你来啊 那个 你看这是我托田叔叔帮我带的和线 哎 你来的正好 我把钱给你啊 哎 没事 把这钱一会儿给我爸 哎 等会等会等会 田笨笨 你爸也太抠了吧 送拼礼还要钱呢 啊 啥 啥拼礼啊 那小米莉从我董事长那买和线 不得给钱呢 是不 早事啊 不是不是 咋 怎么还买和线呢 这不我爸不是出差了吗 然后那地方啊 盛产和线 小米莉知道了就让我爸帮他带两箱 这不很多人都要带了吗 一会儿都过来取 小脸 你哪个好事将近呢 翘标 你哪个好事将近呢 我啥说是好事将近了 我是说好吃将近 螃蟹 再不是过季了 小脸 怎么回事啊 他没用的了 天理是这么回事啊 天理是这么回事啊 他爸你说这个舌头这就不好使 你不赖我没听听啊 就是他抱了一声来了 完了说要给你什么好的寓意 完了就是要送给小米莉有好的征兆 我和线完了他又说了一句好事将近 我心里那家老爷子给小米莉送天理来的 你小脸啊你啥耳朵啊啊 听话听不明白 其实啊 我这箱河蟹啊就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等会你下了班有时间记得过来吃 我有 没说你 记得过来吃啊 怎么样 怎么样 前面们 你信不信 在你去他家之前 我把那旁边都吃了 肉都不给你生 你说说你们俩啊 一个是我的员工 一个是我爸的员工 就因为你们这瞎传话 闹出多大的乌龙 不有句话说得好吗 不怕当面说错话 就怕背后瞎传话 你们俩 自己好好想想吧 你瞅啥 瞅你咋的呀 说话都说不明白 你好 听话都听不明白 你好好练你耳朵听力啊 还有那个口条 啥也不是 真啥也不是 听力有问题 口条有问题吗 我口条 我口条有问题吗 我口条 八百标兵奔北坡 泡兵并排北边坡 泡兵跨坡 标兵跨坡 我口条有问题吗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是当保安够耽误了 要不然我就是 聊牛微信的主持人 你信不信